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主要有 习近平与泽伦斯基通话细节背后透露出的习近平真实意图 赫尔松前线俄罗斯海军陆战队损失惨重 敦巴斯前线俄国两大雇佣兵集团闹内讧 普里格金被起爆 以及俄国最新型主战坦克T14上场开火 将与德国豹二对决 在俄罗斯人入侵乌克兰一年零两个月后 4月26号 习近平一反常态地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 还表示将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团前往乌克兰等国访问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 很快 泽伦斯基便在推特上发布了这一消息 对此 美国表示非常欢迎 白宫安全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 4月26号在例行简报会上再次重申 关于乌克兰的未来 美国认为唯一值得追求的解决办法是 泽伦斯基总统认为可行的办法 但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 中共的胃口是很大的 反常的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罗兹曼认为 是中共驻发大使卢沙爷事实上一手促成的这一通话 他说通话的时间点与卢沙爷因置于主权 而惹怒欧洲这一事件很有关系 所以习近平现在跳出来 就是为了安抚国际社会的情绪 减少一些负面影响 当然通话只是其中的一个动作 是啊 他跟冯德兰说 在适当的时候会通话 然后就没动静了 要不是卢沙爷这一番在文明人面前的撒泼打滚 这通电话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 我个人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 习近平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加强与欧洲的关系 他之所以一直鼓励欧洲的战略自主 也是希望美中竞争时 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插入一个鞋子 但这次习近平这么急切的有所动作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今年六月 欧洲领导人将要在欧盟峰会上制定统一的对话政策了 因此在这个时候 中共那些人可一点都不敢松懈 即使是装孙子 那也是要装的 另外啊 我认为习近平还是有曲线挺额的意思 他在通话中提到了这么一句 咱们一起来评评 习近平说 核战争没有赢家 对待核问题 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习近平对没有核武器的五方说 核战争没有赢家 这是在替俄罗斯进行核恐吓吗 况且乌克兰又没有核武 需要冷静什么呢 纵观整个通话内容 习近平自始自终 没有提战争一次 而是用乌克兰危机代替 很好地隐去了俄罗斯侵略的事实 同时他没有提到任何 关于俄罗斯撤离乌克兰的建议 前台词是 这仗还得接着打 反正也是在你们的国土上打 不过呢 也有知名学者分析 习近平这是要抛弃普京了 是啊 毕竟乌克兰要准备大反攻了 与普京切割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呢 可以肯定的是 不管中共打的是什么主意 想从中于力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近日 在赫尔松地区地涅国左岸的 俄罗斯海军陆战队 遭受了严重损失 棉花一下子覆盖了俄军的四支部队 包括曾在塞瓦斯托波尔 接受过特殊训练的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部队 这还没完 这次打击不仅损坏了 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的人员 而且还损坏了他们昂贵的设备 也就是用于打击乌克兰无人机的电子战战 再往前 25号 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地区 死伤了大约两个连 除了敌人的人力外 乌克兰士兵还消灭了几件军事装备 一辆坦克 一辆步兵战车 一辆装甲运兵车 和一架欧冷石无人机 南方国防军联合协调新闻中心负责人 古美纽克指出 吴军现在正有条不紊的 努力削弱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能力 虽然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着 乌克兰反攻的开始 但他已经在悄悄进行了 与此同时 瓦格纳头目普里格金 26号又在积极歪歪了 说都怪俄罗斯国防部 不提供弹药支持 导致瓦格纳在巴赫木特 蒙受了5倍的伤亡人数 他还在社群媒体发表录音谈话指 乌克兰正将装备精良的部队 送往巴赫木特 普里格金预测 无国异常反攻 以无可避免 可能会在5月2号天气好转 地面变硬后展开 普里格金已多次公开批评俄国防部 然而近日传出 瓦格纳集团 与其他雇佣兵组织闹不合 是指开枪威胁不准撤退 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旗下的佣兵组织 波多克向普京抗议 称他们从被派往巴赫木特的 瓦格纳占领据点 但却遭到乌军猛烈攻击 不得不撤退 然而撤退时 瓦格纳居然向他们开枪 威胁不准后撤 不过瓦格纳也拍摄影片反击 称波多克勇兵懦弱 放弃了武器和阵地 还把他们称作 Goloboy Potok Goloboy在俄语中是指同性恋 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格拉申科 也在推特上转发影片 表示乌军最终成功地夺下了这个据点 他还问瓦格纳与波多克 何时会互相设计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4月25号报道 知情人士对卫星通讯社称 俄武装力量开始使用最新型主战坦克 T-14阿玛塔对无军阵地开火 而且阿玛塔14坦克 在特别军事行动区 获得了对反坦克弹药的彻底额外防护 但该型坦克并未直接参加冲突行动 T-14阿玛塔主战坦克 是由乌拉尔运输机械制造设计局研制的 其特点之一是采用了无人炮塔 其三名成员处于车体前部的独立装甲舱内 另外该坦克拥有多层复合装甲 新型孔雀石反应装甲和阿富汗式主动防御系统 据公开消息来源 T-14发动机的功率可达1500马力 这应能为其提供在公路上最高达80公里的时速 尖端科技军事杂志 分析阿富汗式主动防御系统的主要探测器 使四块装在炮塔周围 以似主动阵列雷达做360度探测 也有可能有第五面 至于炮塔顶部 系统拥有硬杀和软杀手段 系统会主动的机会来犯目标 如反装甲火箭或反装甲飞弹 同时对敌方导引系统进行干扰 也就是说 这个系统或能有效的应付 现代反战车飞弹 例如地狱火 拖式 标枪式 长丁式导弹的攻击 T-14由于成组员 已经挤由成员舱 与无人炮塔分开配置 即使弹药受攻击发生诱爆 也能叫以往战车 有更好的人员生存率 装弹机的弹药舱 叫以往俄系战车更下沉 位于装甲更多的车体 所以更难被击中 由于无人在炮塔中 所以灭火机装置更加强力 其众多的光电干扰手段 和阿富汗时主动防御系统 硬杀拦截飞弹 本身也让坦克更难被击中 可以这么说 T-14的设计特点 在于解决了以往俄罗斯坦克的一大通定 就是弹药诱爆导致的炮塔被炸飞 除了人员伤亡 炮塔分离的画面在媒体四处传播 对于士兵和装甲车战斗积极性 有较大影响 也给全世界一种俄制坦克 只能靠便宜的数量优势 当炮灰打消耗战的影响 当然了 前提是如果一切都真的像俄罗斯吹嘘的那样 是骡子是马 最终还得拉出来溜溜的 毕竟此前马 就曾有未经正式的消息说 2020年俄军用以实测的三辆T-14坦克 在叙利亚被每支陶氏反坦克导弹击中 其中一辆甚至被全毁 所以我们就等着在大反攻真正到来之际 看看T-14俄制坦克和北约王牌爆二主战坦克 以及配备了平游穿炸弹的英国挑战者2 等北约制坦克大对决的精彩好戏吧 看看T-14是怎么被棒二或挑战者2夹击打爆的 而且一物降一物 还要看看T-14上场 是不是会演变为 催生新型反坦克武器的新动力 到那时 五国农夫也终于有机会达成 收集俄罗斯坦克 全成就了 节目的最后给大家播放一段视频 可能有朋友不太了解 中共早期在航空工业上 是有幸被乌克兰拉了一把才发展起来的 而如今一贯忘恩负义的中共 却是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别忘了给远山的辛苦付出 点个赞 留个言 我们的友谊比蜜甜 再顺手关个柱 我们的友谊更牢固 收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